你好,我叫黄玉壮,今年38岁,加入大连普兰店,我家有三口人,妻子,女儿和我,女儿今天刚上初一季,为了她以后上学有更好的经济基础,或有更好的出路,也为了家庭生活更幸福,我决定去新西兰工作。 我96到99年就读北漂矿物局技工学校,毕业后直接在北漂矿物局集固段工作两年,从事蒸汽机车的某工工作。 2001年来到大连,入职大连营创绿园有限公司,03年担任班长职务,从事电汉维修及管理工作。 2010年离职,去日本高枝弯高工作,从事电汉及大型工件的安装,干满三年后回国,13年8月入职大连福家大化随化工有限公司资金,14年担任班长一职,主要从事高温高压管线的预制安装,及各种泵类和大型亚组机的维修。 我参加过13年和16年的两次成人高考,大学专科以韩寿毕业,大学本科韩寿今年7月份毕业。 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出国机会,因为新西兰的教育,环境和生活质量都是非常好的。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如果能赢得这次出国的机会,我一定会加倍地努力工作,来回报雇主对我的信任。